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法师 各位同修 大家好 上师好 大家好 今天的父母祖尊是姚齿金母 大家记住了 以后听到金母的法会 弟母的法会 这个都是非常扶持我们的 尤其是金母说 要坐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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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子莲堂 这样是坐镇的 那一听到这句话 我不知道其他的道场 金母有没有这样说 但是她确实是这样告诉我 我还是要讲起源头 在2011年11月13日 台湾中观堂 连月上师他们主办了一场在宜兰的放声活动 他们叫放流 放流活动 放声活动 这一场法会当中是在海滩上的 所以是用沙雕 把它竖起了十轮金刚塔 还有一尊姚齿金母的沙雕的像 这是从来没有试过 用沙来雕成的 非常庄严美观 我那时候以为就只有十轮金刚塔 但是到了前面面向海洋的时候 有一尊姚齿金母 用沙雕起来的 我赞叹的不得了 那时候师尊还没有力临 所以还没有开光 我很自然的被她射造住了 差不多两个人高 所以我就跟她合掌金母好 她就说了一句话声音 那我就听进去了声音 然后还是跟她合掌 就没说话了 那我就一直思考 声音 神秘是声音 神秘是声音 后来呢 因为那里围着大塔有二十八个道场 去做自己的道场 雷藏寺的舍利塔 那我们参加之一 那所以当主持者一个一个道场在访问 你来自哪个国家哪个道场 那我这里是特别不一样 只连雷藏寺的旁边有三个雷藏寺 一个是加尼大的菩提雷藏寺 一个是英国的真言雷藏寺 一个是哪一个雷藏寺 秘义雷藏寺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三个雷藏寺 都没有人在那边做 那为了要拉他们进来 我拍胸脯说 我负责帮你们做 他们只是站住就好了 所以为了多这样子 几个人手 几个这个这个妙事 所以我变成我负责的四个 舍利塔 那我就在我们自己的这边的人 去分配去帮忙 去把他们建起来 所以当住持拿着诗仪 拿着麦克风来访问 不晓得要介绍哪一个 因为四个嘛 我站在中间 我不晓得要从哪一个 开始介绍起 脑袋一片空白 突然我就看到金武献出来 声音 我说哦呀呀呀 为什么 因为我们十一月十号 只连雷藏寺的建造 才被批准发下来 所以我就以为我要借这个机会 声音传达 告诉大家 我们终于可以盖妙了 这么多年来 大家的支持 付词 真的现在开始要开花结果了 给大家欢喜 给大家高兴 也粉刷很多的谣言 因为盖不起来 大家外面人不知道 以为我们盖不起来 是我骗钱贪钱 所以呢 没有钱盖 没有去真正的了解 其中是因为政府 在美国政府 申请过程中的艰难困惧 没有去了解 一官官 怎么样子被阻碍 怎么样被刁难 在美国的地方 基督徒是80%的 80%信仰基督教的地方 我们要去盖 少数人的 少种族的 信仰的地方 的宗教 用想的就可以知道 虽然说是民权 信仰自由 等到关口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 并不是想象中 那么自由 民主的 我们的庙寺 四周围 这个城市 有一百多间 基督教堂 我们第一间要盖 人家的佛教堂 这个也就算了 我们是在一个大公园里面盖 大公园 四周围没有邻居 就只有我们要在公园的色彩里面 盖一个佛教的 这一个宗教的 信仰的道场 妙事 更不可思议 更不可能 我现在仔细去想 人家的反对是有道理的 只是我们这些像盲牛一样 一直往前冲 不管他三七二十一 不管他这是大自然公园 不管他怎么样 反正要买下地 就是要盖 不知道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所以人家借由这样子的 很多的阻碍条件法规变更 不断的医肢不让我们盖起来 我们就是拼命的求老天帮忙化解 做附魔补福啊做功课 结果终于通过了 通过了我就以为这个 赶快借这个声音 金吴你太棒了 要给我们这个机会 赶快去解释宣扬 让这个误解能够去除 也让大家能够开心高兴 支持扶持者的 能够开心高兴 能够继续支持 结果原来不是这样子而已 他是要借这个机会 给大家知道 然后再来 他要把我的开示 传遍给世界各地 有原则听 所以当天我们在台湾的 一个联巧法师 他对电脑不熟练了 整夜没睡 灵感百出 一直这里接 那里接 全部接接接接 然后就上去了 他也没有什么网友 网址可以送给大家去听 因为在台湾不像我们紫连堂 很多都巨足了 所以他就送上去 结果当天世界各地的 很多有缘人就在上电脑 砰就跑出来 砰就跑出来 我是不懂这方面的 技术的电脑 这些电子 这科技我都不懂 所以当他们跟我讲说 他们在上网的时候 图纳之间跑出我的照片 他们觉得好奇怪 所以他们自然就点了 真佛中的地址 不是真佛中的地址 有时候你们广告在打 会跑出一个什么 跑出一个什么 那你觉得被吸引了 你就会进去看 就是这样子 图纳之间 就在那一个晚上 就这样上去了 不像说有人特别 有什么样特别的讯息 可以传给人家 都没有 任人去看 任人有缘 跳出来 街上就去看 就这样传开来 2011年的11月13号 然后金母就 我们隔了一个礼拜 要去献宝瓶 那献宝瓶的时候 又到那个地方去 好奇怪 连进法师安排到那个宜兰 那个码头 那个地方去献 做船出去献宝瓶 台湾这么多 他就选这个地方 然后他告诉我 这个地方就是 上个礼拜 我们参加 师尊放声活动的地方 我说 那正好我们有时间的话 我们去烙塔 因为师尊那一天 法会很多人 几万人 我们烙塔很混乱 我们去 这一次专程这样子 去烙个塔吧 他说怕没有时间 上师 距离这个要传 要发 怕没有时间 那我讲 开车快一点吧 如果有时间 争取看看 那我就坚持 票买了 坚持往那个方向去 没有很远 然后我们就去了 我说大家赶快跑 我说金母对不起 因为我们 我们是献保平 正好有这机会来 我们上礼拜没有好好的烙塔 对不起这一次特别来 但是还是赶时间 如果有 有这个私礼之处 请多含量 我就赶快烙塔 跟金母 谢谢谢谢这样 烙完就赶快走 金母就说 你要再来 一年 我说好 是不是我烙得不够诚心 所以你要我再一年 要处罚我 我说是是是 好一定来一年 就这样子 然后呢 我在的时候 就每个月一年嘛 就一个月去一次这样安排 那去了几次 他说 你再来 八次还是再来几次 就好了 就不要再来了 我说为什么 因为我要不在了 他说为什么你要不在 你本来就不在 对啊 可是这个是沙雕的 后来我想 啊对哦 风化 我们每次去就看到他 这里掉那里掉 好像越来越 越风化了 那沙风吹啊 越来越没有了 他就这样子讲 他说 后来有同盟跟我讲说 海水一场 夏天 大家一定会把它铲掉的 因为大家要在海水一场啊 沙上面玩 哇 哇 我说他们不是跟人家签合约 是一年要摆在那里嘛 这也是帮助台湾 保护台湾 那这样半年就要把它弄掉 这样不照合约耶 能不能去上诉 可是谁管谁啊 那没有办法啦 法会过了谁去管他 说在沙上面 要雕刻一个什么 要来怎么保护 没有啊 所以那半年我就去了好多次 几乎一个礼拜就去一次 很奇妙的就是 在下大雨 我们到了那里 车一停 雨就没有 都不会让雨飘到我们身上来落塔 就很奇妙 然后呢 那个风吹雨打很多东西啊 拉的绳子断啊 我们都在那边修补 然后能够做什么事 我们尽量都在那种破损的 这个十轮金刚塔 跟金母的肖像那里 我们都一直在修补 然后就越来越多人 共评就越来越丰富 大家都哇很真诚的在那边闹 每次金母都出来说些话 每次金母都出来加持大家 然后叫我们面对的海洋 怎么样观想 这个万里无云的大海上面 怎么观想这个日人上来 修法怎么样观想 那我翻译员嘛 我就翻译金母所说的 直到最后一次 他讲第八次嘛 最后一次我们去 他说请大家把供品 用塑胶袋用盒子包起来 因为最后一次大家都大供养 他说会下雨 你们记得要带雨季带雨伞 我说金母每一次都不下雨 为什么这一次最后一次会下雨 他说你们听我说 如果太多东西搬过去不方便 那么你们放在你们的道场或家里 照相照起来 把那一张照相拿到金母那一边 这就是你们的贡品了 不必搬东搬西搬大搬小的去 下大雨不方便 金母还替我们想方法 所以我们在台湾中心 全部地上各个一个好大的地方 各个一格一格的 那拍下来各个拿照片去 各个拿照片去摆在金母的旁边供养 省掉至少还要好几部车带贡品 那样的麻烦 可是还是有人坚持要用车子带去 所以就很混乱 弄湿的金子啊香啊水果啊这些馒头啦一大堆都是 占了很大的地方都很湿 所以在这个时候最后一次 因为事先金母提醒 所以我们很多人就已经弄了衣架雨架什么都弄得好好的 结果最后一次去看到什么 没头 金母沙雕的头不见了 不曉得是吹掉了砍掉就没头了 所有身上的本来非常光滑的这一些装饰 全部都破损了 哇 怎么会这样子呢 最后一次金母示范是没头的 全部都破碎了 最后一次 就这样子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一种思想 思考 这个人生一切都是无常 从这么样子的光滑 这么样的庄严 这么样的完整 也不过才多久 全部都破裂破损甚至于没有 我们再怎么样尝试去修补 都跟不上这个脚步 这个破损 风化吹破的这种现象 可是最后一次我们不觉得难过 为什么 因为下雨 下雨呢 大家搭上这个铜架 金母的身体在这个 这个什么 那个TEN的下面 头没有看到 所以不会觉得很难过 只是看到在落堂的时候 头不见了怪怪 但是回到前面又被遮住了 本来就是在他的下巴下面 就不会觉得难过 这样子落塔几次以后 金母看到我想在台湾吧 或是各地 唯一的一个红法人员 每个礼拜 或是两个礼拜 带着一群人在那边 沙中风中雨中 这样子落塔供养 这个对金母的一个心来讲 他觉得你真有心 在这样的表现之下 又正好师尊的一块布 被换走了 中委会开会 决定 批上 黑色的建议 要大家 在师尊的法会 不能再批红衣了 让公告 也是在那段时间里 那我们有这样的表现 所以金母就出来跟我们讲说 要作证 要帮我们 要保护我们 就是这样子 因缘就是金母的因缘 就很强烈的 果然真的 就一直在显现这个力量 好奇怪 很奇怪 有金母靠山很好 然后金母靠山出来 产生了很多的感应以后 哇 她的老妈妈也出来了 地母菩萨 也结上缘了 又好奇怪 这些以前我们都没有什么接触的 真的老实讲 平良心讲 以前我们跟金母的缘分 好像没那么深厚 没那么深厚 整个供养都是供养 我们的密教 我们知道的佛菩萨 道教的金母 我们这里好像比较薄弱 但自从我们开始结缘37坛附魔供养 精英府跑出来做一个精英调的 唱金母的这个星奏 唱到哭的要命 那时候我记得在这里的 年浪法师做四叶金刚 灯关黑了 然后我在那边这个金母调 是有一个师姐在唱 他还要这样 我们现在都很少念 然后再来 好像要唱几句 四句以后要叫个母娘 要叫母娘 刚开始讲的时候 有点鸡皮疙瘩起来 尤其不是台湾人 对叫母娘不太适应 一种很失念的 很虔诚的一种遥远的祭师 母娘有点倾诉苦取 很委屈很受苦很怀念 思念母亲的那一种说辞 母娘这样子在叫 然后在诗念她 那我们半颗风交给谁念 我不知道了 只知道那个师姐刚开始在念 母娘好像声音叫不出来 后来大概灯关了 后来越来越投入了 哇最后她叫的母娘 可以把你的内脏都吹破的 母娘 哇鸡皮疙瘩掉满地 哎呦黑 可是她那个声音 不会让人家觉得恶心 不会觉得尴尬 是让人家把 所有的情绪都叫出来了 大家很苦啊 轮回苦啊 受尽委屈啊 被人家误会啊 种种这些 好像那种心思啊 那种委屈要寄托给母亲 让她知道那一种倾土 她这样叫出来了 那我知道她在叫母娘 这声音是带着哭声的 她真的掉下眼泪感动或是感怀 或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这样叫出来 那我听了也很感动 可是我在主持 我不能给你们看到我的哭相 所以我频频的用手印遮住我的脸 对不对 遮住我的脸 然后只是火光 然后灯又黑 所以我每一次在比的时候就插一下 手去碰一下 就表示把眼泪挥走 不能流了 哇 这流太多也不像样啊 可是这不自主的就眼泪一直流出来 只要每一次听到她最后那两个字 喵喵 哇 眼泪就开始掉 那我在这里自己怕人家看到 每一次这样手印挥一下挥一下 结果眼光正好四叶金刚 那一个人呢 又哭到满了 衣服都湿了 可是她也怕人家知道 她也没事 借由那样子家乡的时候 又挥一下 又挥一下 可是全部留下来了 对不对 也不好意思给人家知道 哇 我看她哭到这样 我说你哭什么 很想问她 你哭什么 哭到比我还惨呢 看旁边也是一样 哇 后来我才知道 洗洗耍耍 满场 都在掉眼泪 那时候很感人 很感动 那时候会触到 触动到金母的心 其实活菩萨并不是要 我们这些所谓的花的钱 买的这些供养 完全是要感动你的心 你的心一点都没有去触动 怎么能够触动得了 老天活菩萨的心呢 不一定要花多少钱 买多少珍贵的贡品 完全就是看你的心态 你的心意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 多少的经验 一个人对你有没有真诚的心 你可以感觉得出来的 他的说话 他的眼神 他的动作 他的态度 他的表现 他不是买很贵的东西给你 招待你很好的地方享受 但是你可以感觉得出来 他对你的真诚的心 我相信或多或少 你们都有经验 一个人有没有真诚的心 你可以知道的 不需要他嘴巴讲 你都可以知道 他一个动作你都可以知道 你都可以知道 这个人是真心还是假意 所以活菩萨老天这么高的境界 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呢 就像我们生了小孩 或是我们旁边有小小孩 他怎么样子一个动作 我们都知道他到底要怎么样 他稍微眼睛描一下 我们都知道会怎么样 他要去哪里拿什么东西 他想要玩什么 他想要怎么样 一下子就知道了 那更何况老天活菩萨诸尊 我们这么小的蚂蚁就像蚂蚁 那里有糖 他现在往那个糖的那边走过去了 要去吸那一个糖 要去搬那个糖 要去吃那个糖 我们知道了 我们再把糖果拿起来换别的地方 他往那边 他马上又转个方向到他旁边去了 我们都知道他会往哪里去啊 越高的天界 越高的佛菩萨 怎么会对我们 凉落执掌 怎么会不知道呢 所以我们怎么装 怎么样子 怎么做 骗不了他们的 他就是要我们的心 就是要我们这一颗真诚的心拿出来 所以那一次真的我相信 有触动了 我们真的很内心 很真诚的 去触动这一个母娘这两个字 这个感觉这个金母的感情对待我们 就像一个母亲 这么样子的关爱孩子 这样子的不管怎么样 都要帮我们的心态 那就是首次接触的金母的缘分 然后再来台湾 这个烙塔的金母的沙雕 然后再这一块布的披衣 然后呢 我很难过就是刹那之间 全部变色变天 以前讲我批评我说要披红衣的 全部都改为病黑衣 我就跟他们讲个个都摇头不讲话 那我也没办法我照批啊 那照批之下呢 哇全部都没有批照批 心里很难过啊 所以走向台湾雷藏寺大殿的时候 一到金母前面 心中很沉重 就跟金母讲金母一块布 金母说硕果 硕果 会懂中文的就知道硕果什么意思 左边一个石头 右边一个page 一个叶 硕果 果味的果 果实的果 硕果 我们常常讲硕果仅存 仅存呢 最大的果实 最大的这个结的这个蔬果啊 水果的果 最大最好的果 没有了 只剩下这个最大的果品啊 我那时候听了并不是高兴开心说 哇硕果讲我 很沉重很沉重 很哀伤很哀伤 我就上台了 不会吧 那上台之间我就想到司征当年 我归宜没有多久 就跟我说 以后啊小心哦 修行小心哦 每一步走小心哦 每一件事情做小心哦 每跟人家相处小心哦 每作为说法小心哦 没想什么小心哦 金母是拿筛子在筛的哦 你站不稳 你在筛摇洞的时候有洞就掉下去哦 就被淘汰了哦 被刷下去了哦 最后没有被刷下去的就是金丹哦 你要好好修哦 不要随便就被淘汰被摔下去了哦 就塞你们知道塞东西吗 然后那一个那个有网的那个塞塞东西都掉下去了 有没有 我那时候听不懂 那时候刚皈依没多久 听不懂这些什么叫做塞东西淘汰 当那一块布金母讲硕果的时候 我终于想到二十几年前师尊讲的话 二十七八年前师尊讲的话 难怪周围淘汰的这么多 变化的这么快 你只要言行你的思念 不一致不清纯不正确啪啪啪啪就刷下去了 不怪其他的人都怪我们自己没有把持好自己的念头 没有根照根本上是如来的教导 你只要有一个贪 一个念头产生 一个随便的行为产生 反正没人看嘛 没有关系 现在所作所为不是给人看 给天看 老天看 不是给你左右前后的人看 人活的时间很有限 这个人转个身就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你什么都要表现给人看 你会活得很辛苦的 一下子人的状况太多了 这个人没有去回报回馈 去回想回应 那你就不必做了 不必表现 你看一个舞者一个唱者 都要有观众有舞台才会表演 才有精神表演 哪一个舞者是站在没有观众的舞台 只是供养给老天就好好的唱跟表演啊 有谁可以这样做 同样的道理 我们今正在整理这样的环境 有时候我来到了子联堂 有时候到我的学校 有时候到什么很多地方 这些龙天父法 这些佛菩萨会跟我讲 你不在的时候 有多少人照样在做 这些服务的工作 这些服务的工作 不求回报的工作 在替我打扫环境 在供养我 你知道吗 他们会报告给我听的 在你前面拿扫把再扫的人 你走后都从来不拿扫把的 在你前面有活动端来端扫的东西 你走后从来不出现的 他们不知道 供养你 由你来供养我们 是间接的 你直接供养是最直接的 那才是叫做 无私的供养 真诚的供养 你要多回向给他们 修法 我们也会放光加持 所以我做的工作 不是任何人说 一定要来到我前面 我才会加持 或是我才知道的 都是他们在报告给我听的 而且他们还会告诉我 他们没有到道场来的时候 他们在他们的家里是怎么修为 在他们的环境条件之下 是怎么样的作为 不要忘了 修行是可以证得六大神通的 天眼通 天耳通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通 他心通 宿命通 神族通 最后一个通 就是漏境通 漏境通能够证得 这个人就是证悟者 觉悟者了 漏境通 是最困难 漏就是什么 漏掉的漏 漏斗的漏 漏就是烦恼 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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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全结束了 不会再制造产生了 叫漏 净通 所有的得正者 都是漏境通 他不会再有烦恼 也不会再制造烦恼 旧的 新的 都完全 净除 没有了 这个叫做漏境通 这是最大的神通 看得到 听得到 灵魂会飞来飞去 会知道别人怎么样 全是因果 这些通通都是小通 你只要有修 自然就会通 因为你的障碍去除了 就会通 因为我们本来的灵魂 就是什么都通 来到了这个人间 躲在 进到我们这个肉体 就全部被包住了 我们的灵魂就被包住了 伸手不见五指的 在我们的体内 所以现在不断的要唤醒被 藏在里面的灵魂 就要用这么多的方式 这么多的 这个训练 他见到一些光明 他慢慢光越来越多 就越来越了解了 越清醒了 越知道了 越要放了 那老天佛菩萨都没有这些 他们早就的什么都有了 上三言两语就知道了 所以回来都会跟我报告的 都会跟我讲 甚至于我没有回来 都在跟我讲 很远很远都知道什么事情 所以何况师尊 以前你没有听我讲过 当我自己知道 我可以看得到多远的时候 我可以加出多远的人的时候 我可以做多少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马上想到师尊 哎呀 我们这个小屁屁 对不对 他想到前面说什么 一个念头多远他都知道 所以那时候我每隔一段时间 要跟他请法 你知道我多辛苦吗 我开始要去请法 前两个月就开始洗 不是洗澡啦 洗澡会洗破皮啊 如果从早到晚 开始洗 念头啊言语啊思想啊行为 拼命洗 不能有黑的 不够的 脏的 一直清静啊 一直行善啊 一直说好话 一直观想光明啊 拼命的补福啊 补得自己光强一点啊 再去请法 我不要一踏这样一踏进去 嗯 告诉你们啊 你们想请法的 老师教的 自己的师父教的 他只要一句话里面 少两个字 你就少好几层力量啊 这是真的啊 他在告诉你的口诀当中 就少加那么几个字 少告诉你这么一点点 你就不完整啊 就要靠你自己摸索 撞破头啊 流淌多血 还想不透啊 你要业障没有很轻 很多的浮光 你去他就知道 恩 因缘记足 可以 福根 惠根 都记足 好跟你讲 你修了 马上就开悟 马上就可以成办 马上就有力量 如果这里也障碍 那里也黑暗 那里也什么 还在跟他嘴巴吐出去 都黑气 都是假话 谎话 哎呀 还要辩解 哎呀 那你要请这个法 给你这个法 你也修不来啊 然后马上有钱 他跟你讲 哦 解手印 哦 观想奏字出来 哦 观想好 这个 摇子基姆放钢 OK啦 他少了一个月轮 少一匹马 你就没有啦 是不是 他可以少说几个字 少说几个象征 你就想都不出来了 你制造不出来啦 那么你如果都具足 他讲给你听 你那个灵感的丰富变化 更增加 更延续 更开展 更感应 更快速 这是我自己的心得经验 所以那时候我好紧张哦 我去的时候比谁都紧张 因为我自己看得到别人进来 还没开口 我就知道他的问题啦 那更何况我们这些呢 我刚刚在跟一位法师讲 我有一个亲友 二十几年前 非常反弹我信仰这个宗教 他自己本身有遇到一些其中的问题人士 他觉得受到委屈误解了 受到恶意的批评了 所以他非常的嫌恶 没有这回事 硬要把他讲成那样 然后就听世作为大家批评 就更加的 更加的指认我们这个宗教 我们的师父有问题 就在电话里面跟我吵起来 一定要我退 或者以后 我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反正一直在劝我 然后一直在批评 我是在跟他讲到没办法讲 我就说了一句话 我说 如果我信仰的这一个宗教 我皈依的这个师父 照你所说的是这么邪恶 是假的 照你所说的是这么样的一回事 好 我就跟他讲 如果照你所说的这样 那么我会怎么样 我告诉他 我会得到恶报 我会得到惨恶 惨的这样结果 如果 如果 我的师父 不是照你所说的那样 那么 恶报你也一样 会显现在你身上 你嘴巴吐出 对他所讲的这么批评 恶劣的话 你牙齿全部会掉 你走路会跌倒 你家庭会破碎 你事业会失败 我不是诅咒 我是这样跟他讲 我们拭目以待 因为我跟他讲了 怎么再讲 他都不接受 不相信 一直骂 一直骂 一直批评 我实在没有办法 就用这样 我们 日久见人心 路遥之马力 我们来见证吧 我这样告诉他 你健康会出问题 你家庭会出问题 你事业会出问题 你怎么样怎么样 会出问题 甚至于你所讲的话 你牙齿全部掉烂 如果反过来我错了 是我 我家庭会破碎 我会怎么样怎么样 我会告诉他 我牙齿会全部掉光 我会得牙周病 好 我会这样讲 结果 那是二十几年前的事 二十几年后 所有我们所说的 他都发生在他身上 我没有 他真的牙齿全部掉光了 去指牙 花好几百万台币 他家庭破碎 离婚 他事业失败 他身体健康出问题 一切胜 种种什么问题 都在他身上 有人问我 为什么会这样 我说 一个小屁屁 跟一个大伟大的 巨山去比 一个小小石头 你知道一个真正在利益众生 得大成就的人 你说他 你都不及他所修的 所做的功德 你在批评他 你一批评你所有的福 一下就没有 你没有了以前所做的福 你又继续下去 道歉了 全部都发生了 这就是为什么 不可以乱讲 以讹传讹 不是事实的 不可以乱讲 我刚刚我在跟一个法师 就是这样说 听说有一年 有人访问你 问你 大家赞助的雷尚寺的钱 这些钱 到底是进到 周家的口袋 还是进到王家的口袋 因为我梁家姓姓王 周路师兄姓周 这个法师不会回答 跑去问另外一个法师 该怎么回答 我刚刚就问他 你信念不足 他说没有我信念很足 只是我当时 当初反应不够 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说我告诉你 我从以前 第一次归师尊 我连他叫什么名字 信什么 做什么我都不知道 我只是去问世 我肚子里的小孩 怎么会念佛 我怎么没有月经 可以生小孩 我接触了这么多人 这么有名气的大师级 四大三头的大师 都说我是走火入魔神经病 狐狸上身 或者走你狐狸精 什么一堆的 我都莫名其妙 被骂被批评的 我真的莫名其妙 我很正常 为什么会把我讲的这样 直到去问师尊 这问以前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只是一个电话叫姓鲁鲁老师 算命先的感觉 还要飞到西雅图去 周西雄还阻止我 你算人命跑那么远 干嘛 对不对 可是我去以前的整个晚上都梦到他 那我去了 就唯一的一个证明我是正常的 我是什么姻缘来的 这以前我怎么知道 我所谓的什么莲花莲花 什么颜色 听也没听过 他直接就给你指证出来 然后你就照他所说的一直发声 一路一直发声 我回来的时候 我那些四周围认识的一些朋友 一听到我去见他 说我是什么 好紧张 你怎么去找去见这个魔 他是人家的大魔 大天王 好紧张 哥哥都跑来跟我讲 要洗我的脑 哎呀 我怎么这么倒霉的感觉 好不容易见到有一个陈明王 结果原来是魔王 没有我没这样子想 别人怎么讲那是他 我问他们 你见过他吗 没有 问下来没有一个见过他 那么见过他 你们为什么说他是魔 别人说的 都是别人说的 你看到没有 你知道没有 都没有啊 哦 那你就要自己要去想 你不是真的自己见证 证明你是的 怎么你有这么多话出来讲 这就是智慧 我就告诉他们 谢谢你们的关心 我自己要去花精神 去证明 去了解 去接触我才可以肯定你说的话 是真的还假的 谢谢你们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 我从来没有听闻过 结果我就把他打入地狱 切断他 这对他跟对我是不公平的 我自己要去find out 就这样子 所以我用我自己 一开始有的 自己的判断力 我就坚持 我就去注意 他的样貌 他的说辞 他的动作 我连吃饭都看 一个人的小细节 可以表现出来 他整个的 心性的 所以我就在旁边偷看 他喝汤怎么喝 他是不是喝一口汤 水都流下来 他唯一兜兜兜来擦 对不对 真的 因为这都是小细节 小动作 他就是在你前面挖鼻孔 对不对 是不是咬屁的一个弹 就这样 这样子 对不对 我看过很多 很会 很会 就这样吐在地上 一团黃黃绿绿的 你这种人的修养是什么 我们稍微读一点收 我們就覺得好噁心 這個很值得配做你的老師 你的先生 你的朋友 你的誰 叉叉了 我以前曾經交過一個很帥的男孩子 好很多人約他都約會不到 竟然他約我 屁股敲得好高 那天香水噴了一斤 那時候只差沒有眼睫毛 不然我就加兩層 像扇子這樣子 不像妙華 都去弄人工的 對不對 為了那一場約會 你就知道精心動作打扮 還笑要怎麼笑 讓他一見我就迷 是不是 哇好帥喔 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隱心級的白馬王子 嬌滴滴的 其實我哪有嬌滴 那天特別柔順 嬌滴滴 買了票以後就到冰店去喝可 冰咖啡冰水 等那個電影開 開放 那結果拿我們兩個面對面 各叫一杯果汁 然後他就跟我講話 哇動作擺得很瀟灑 我們看得越看越笑 哇 心中小路蹦蹦跳 哇 對不對 連笑都哇 連眼睛沾個樣子 都哇 訓練很久才來的 不是隨便亂擺的 我在鏡子裡照很久 這個動作會不會迷人 是不是 喔 喔 這樣 喔 這樣 喔 這樣 什麼動作都來 結果 正在講得開心的時候 哇 他們 咕咕咕 喉嚨 咕咕咕 我們就看他咕咕咕 咕咕咕 這樣 咕咕咕 講幾句 咕咕咕 然後旁邊有煙灰缸 然後那煙灰缸 就 一個 咕咕咕 就一台又黃 又綠黃的 一個大口痰 就在那煙灰缸上面 玻璃煙灰缸 然後他就擺在 我們兩個的中間 我剛剛的所有的 柔美的動作 怎麼樣擺 沒事眼睛就瞄到那一口痰 一眼看他 一眼看桌子上的痰 已經心得不一樣了 再來他講什麼話 他怎麼樣爽朗的笑聲 他講什麼內容 通通都改變了 就一直每次看那一口痰 看那一口痰 他也不去遮一下 還放在我們兩個的中間 當什麼定情之物嗎 到最後我就跟他講 而且還 還叫兩個 黃色的 稀的水果汁 跟那個痰顏色一樣 我吸一口就感覺到吸那個痰 最後 我就跟他講 對不起我上一下洗手間 我就溜走了 就尿頓了 去廁所去吐了老半天就尿頓了 沒有勇氣再回來 不是我故意要尿頓 他也沒有羞養 你不要當哪一口痰 這麼堪心我 你不可以拿個衛生紙 那時候不流行衛生紙 至少拿手巾卡屁了 但是那時候手帕不可能去吐痰 所以我很注意這小細節 約會我的男孩子指甲 哇一層黑的 還掰水餃給你 掰什麼東西給你吃 掰橘子 那個髒的指甲 還進到那個皮剝出來 很難給你吃 啊 而且手那麼髒 還拿吸管 拿這個吸管 你的手髒剛剛好像 我看到一條黃黃的 你拿到吸管 插給我吃的時候 你手上那條黃黃怎麼不見了 我馬上就會想到 進到吸管給我吸進來了 拜託啊 這是一個衛生觀念 我今天看到電腦 上面告訴大家 愛死症下降的速度 年輕層越來越快了 愛死症啊 現在平均 每一個月還是多少 就增加六個年輕人愛死症 這個速度太可怕了 現在愛死症不一定只有性交接吻 血液 有一個女孩子十年前跟她的 cousin 共用美甲修指甲的指甲刀啊 什麼這些 她不知道 她的那個cousin 犯了愛死症 她沒有想到她被傳染上去了 十年前的細菌 等到她發現的時候 去檢查已經默契了 她的cousin就是 愛死症死掉 然後她跟她共用那個休假的 傳染現在太多方面了 所以很多東西你們剛剛在聽 好像是開玩笑 但是確實細菌四周圍 太快了 太快了 我們的牙刷 放在我們的洗澡 廁所邊 你如果馬桶蓋不蓋起來 裡面的那些細菌 每天出來的 水一沖啊 你以為就沖在馬桶裡面嗎 那個水氣全部出來 你的牙刷就在那裡 你去看 你的牙刷有多少黴菌 多少細菌 你又拿來刷 又吞下去吃下去 太多太多 生活上的教育知識 我們不懂 她如果有病 有肺病 有什麼病 有細菌 她吐一口痰 她吐一口水 細菌都蔓延開來的 以前我沒那麼懂 只知道噁心 但現在確實太多了 昨天有位師姐說 她的妹妹 肺上有幾個 幾公分大的腫瘤 醫生目前看似OK 但三個月後如果再長大 就要去動手術割掉 她就祈求 她的另外一個妹妹 才三十來歲 三十五歲 生肺癌死掉 去年才生肺癌死掉 現在小妹 也這樣子的現象 因為她們兩個姐妹 是同一家公司上班的 她想到她大妹死掉 小妹就這樣 她們有講過 她們所做的工作 的樓下 是一個織布廠 常常用化學的東西織布 她們聞到那個染色的 那個染料的味道 常常會頭暈 是不是有關係於 現在肺癌的來源 她們不知道 是的 以前我有看過一個報道 中國有一個鄉下 製作牛仔褲 美國的牛仔褲 有名的大牌的牛仔褲 那一個公司 所用的化學染色的 顏色的毒素的水 讓裡面多少人皮膚潰爛 身癌症 我們穿在身上 好得意喔 好帥氣喔 所以我們什麼叫做殺身 你以為 你不吃前面的這一盤 雞豬牛羊魚蝦 就表示你慈悲嗎 你知道你所有的吃車穿用 全部都是殺身來的嗎 讓多少人死掉 像我們的手機 我上次不是報告 報道上面嗎 三星牌的韓國的 大家都在追趕他的名牌 花多少錢 不是有個韓國爸爸 一直跟三星牌告來告去嗎 他的女兒死了七年了 被錄取以後 他們家裡還放炮慶祝耶 能夠進到這個大廠牌公司帳班 多得意啊 薪水多高啊 結果女兒跟他們吃完一餐飯 大家聚會慶祝以後進去 公司就不准他跟外面的人 任何人聯絡了 為了是秘密吧 為了是專業吧 全部封鎖在宿舍裡面 兩年後出來癌症 跟他同期進去的大部分都生癌 他一個女兒這麼年輕 二十幾歲就生癌死掉 他覺得絕對有 環境製作公司的過程當中 絕對有問題 拼命的去找出答案 追尋出來 證明他這裡面很多都是輻射的 都是問題 他就告他 可是他人小 人輕嚴薄 沒有人相信 沒有貴人 誰肯承認這個東西是有輻射的 像麥克風味 我們都用這個紙啊 包住啊 燙熱進去啊 那都是毒 那些塑膠都是毒 那些塑膠盤都是毒 那些用品都是毒 然後麥克風味都是輻射 都是毒 專家說麥克風味的旁邊 如果有放這些飲食的要拿開 否則那個毒會影響出來 那個輻射 至少要離開一個手臂場 的距離 飲食 飲料 藥品 不能放著 如果是孕婦要兩個手臂場 放的距離 才不會被影響到 那更不要講 離開收尾的都這樣 還有東西放在裡面 會怎麼樣呢 這是我們的教育知識 我們現在真的為了快速 賺錢也要快 生活也要快 什麼都要快 所以什麼都被變掉了 我們的病都是怎麼樣來的 所以現在有人提倡 要恢復以前的慢調 晚上睡覺 不要再有手機當鬧鐘 手機電話都要遠離 讓你睡一個好覺 然後你看 現在的小孩 從小到大都抱著電腦 還有什麼iPad 平面電腦 還有手機 抓著手機睡覺 手機放在枕頭旁邊 枕頭下 到處都是輻射 房間電腦都離得那麼近 以前電視剛出來的時候 我媽媽說 要離15尺 電視那麼小 我們離15尺 個個都離得很遠看 因為會被傷害 會近視眼 會身體不好 我們真的耶 黑白電視個個都坐好眼 就這樣看耶 曾幾何時 個個都在前面 個個都戴眼鏡 以前的人拿戴什麼眼鏡 我有一個兄長 生麻疹水痘 我媽媽來臨時來不及照顧 讓他下降 退燒 結果等他真的退燒了 四神經燒壞了 近視一千度了 在五十幾年前 沒有人戴眼鏡的咧 他那麼小 身手都快像失明了 就去配個眼鏡 眼片好厚喔 眼睛四方形厚厚的 架在那個小鼻子上面 出去人家都以為他失明耶 都笑他耶 我們還好奇耶 沒事拿他的眼鏡來戴耶 曾幾何時 四周圍都戴眼鏡耶 我那時候因為 玩我哥哥的眼鏡 沒事拿來戴 覺得很有學問 老學究 結果也戴出眼鏡蒙蒙的 我媽媽不准我戴耶 我去配眼鏡回來 把我摔掉 把我踩破 把我丟掉耶 寧願我瞎著去摸耶 難看死了 誰戴眼鏡 難看死了 現在誰戴眼鏡被罵難看啊 現在你看 全部都是生活上的一切 周遭的影響過來的 我們沒有學到這方面的教育 到底學了這麼多 從小到大 到底學來幹嘛 連自己的健康都照顧不好 該吃什麼健康正確的都不知道 今天喝這杯東西 到底有沒有利益我 我都不知道 到底裡面是什麼東西 什麼作用也不知道 天天就這樣子 一直讓毒素進到我們的身體裡面 敗壞我們的健康 我們周遭的一切的生活 都不知道 然後等到你今天 努力了一輩子 成功的感覺了 有有收穫了 躺在那裡不能動 生這個病了 像台灣有一個余天歌星 他的女兒不喝酒 不抽菸 吃東西很小心 每天還運動 結果三十一歲都大腸癌 他父母 不瞭解為什麼 為什麼 他家裡也沒有大腸癌的基因 為什麼他的女兒三十一歲而已 人生才剛開始 腳美的這個臉孔 各方面的身材 哇 結果 大腸來第三期 然後電視我看到 電腦我看到資料 他爸爸就罵那個臭溝油 臭水油 黑心油 沒有良心 因為我的女兒都外食足 都在外面吃嘛 外面餐廳吃啊 外面吃飲食啊 那些商店都是買這些便宜的東西來加料啊 你只要香啊好吃好吃就吃啊 吃出大腸來 這是他們的判斷 但是台灣目前 醫師就出來證明 台灣 是全世界洗腎 第一名的國家 跟這個脫離不了關係 可是我進到我們中國的菜市場 全部那一些被獎有毒的都還放在家上賣 這裡是怎麼一回事啊 不能跟台灣同步掉 全部下架 那你們繼續還在買 那貢品還有耶 有沒有 我前些時候有看到 好可怕啊 所以我現在不要發貢品又法是法 太可怕了 請你們各位要拿來結緣的 拜託一下先看一下新聞報導好嗎 哪裏可以買哪裏可以吃好嗎 連布丁都有 連蛋糕都有 連糖果都有 連什麼樣子的飲食裡面都有 怎麼辦 斷食吧 我覺得我們拜餐的時候就不要吃吧 大家拜了全身都發抖 那是惡慘的 不是發抖 沒有力氣 告訴大家你越不吃 讓這些毒素越容易沒東西 就一直在排出去 他們講如果吃到這臭溝油 不好的東西怎麼辦 多吃蔬菜 深綠色的蔬菜 出千尾 廟華前天拿給我看 最新報導 白米 糙米都是有毒的 我說糙米 他說是的 檢印出來 美國產的 白米更不要講 我說糙米會 他說是的 你們看得懂英文的你們去看 點出來 吃死多少人都不知道 他說在南北戰爭的時候 他們用農藥用什麼化學 噴下那個土 那些生殖到現在 一百多年了 種什麼就毒什麼 我簡直不能相信說糙米也有 他的說詞很多 你們去聽你們去看 他們很久以前就說出來了 美國太多的農藥了 不是只有米 蔬菜水果都有 還把這些輸送到其他的第三國家去 所以現在不是都是完蛋嗎 現在核那些東西都有問題 所以他上面直接講 現在什麼米沒有問題 印度一個牌子的米沒有問題 還有吃蘇西日本都沒有問題 其他都有問題 那你們去上網去看 前天才報導出來的 才報導出來 所以 金木 怎麼會彈你的彈到這裡來 因為實在每天都不知道怎麼活 都不知道怎麼活 我現在滿滿一出去生病 動不動 生病人就變成絕症 我真的是 心中很開探 因為這麼多的訊息 為什麼他們好好的會突然有病呢 而且一病起來 就是不能救的病呢 為什麼 多少成功 美滿幸福快樂的人 就這樣毀掉 我這樣看著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一個問世的經驗 心很難過 很難過怎麼樣子 不要再讓大家受傷了 受損了 怎麼辦 我自己心裡很難過 怎麼救這個眾生 怎麼救這個世界 有一個我認識的朋友 他堅決跟我講 我不亂吃 我生活正常 我怎麼樣 結果最近 我得到他得了一種病 不是絕症 他怎麼會得那個見動人的病 你們知道什麼叫見動人嗎 現在在流行動不動就一桶冰水 對不對 大家都在流行 這樣一桶冰水灑下來 捐助這個見動人 我不太知道這個見動人 一定要用冰水來這樣子降下來 才讓人家知道這個動作嗎 也好讓印心 有錢人這樣去灑一灑 我真的看到 他本來活奔活跳的 到最後手開始麻木 開始僵硬 他本來以為是怎麼樣 關節哪裡 推拿打針吃藥或怎麼樣 結果越來越不能動 後來變成腳 動作很困難 結果什麼都不能動 我們不是有一個很有名的美國科學家 叫什麼 做著那個輪椅 然後再做那個 霍金 霍金 英文怎麼講 Hawking Steve Hawking 那就是見動人 他本來不是這樣子的 後來見動就變成這樣子 現在也來這樣子病 目前還查不出來為什麼 那我就問這一個朋友 他說他是 昨天才打完籃球 早上起來 他就覺得好像 肩膊哪裡蠻硬的 他就覺得 是不是昨天打得太累了 不太能動 不太能動 他就叫他老婆 老婆你昨天打太厲害了 他說我經常打 又不是只有昨天打 怎麼會這樣 那他就 摟一摟啊 熱水敷一敷啊 動一動啊 OK可以了 那他就不當一回事了 這是一個徵兆 我們有什麼狀況 都是一個徵兆 不管是病體的 不管是四周圍 發生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像你要出去哪裡 突然撞到頭 這都是一個徵兆 你要去哪裡發生什麼事 都是一個徵兆 你馬上要注意了 今天我們是一個真佛行者 你馬上要提高警覺 這不會莫名其妙發生的 要try to say something 要告訴你什麼事 他才會這樣出來 你馬上要警覺性 馬上觀想根本上是本尊 佛菩薩諸針放光照你 馬上請你的根本復法保護你 很多時候很多同盟告訴我 他們發生的問題 其實認真去說都有徵兆的 只是你沒有去注意 你也不當一回事 所以就發生了 最後發生就沒辦法 能夠幫忙 只有聖靈的復法 在顯示這些徵兆 你沒有辦法事先知道 所以古人 會臨子神算的 會有法力的 會有神通力的 這些道教啊 或什麼這些道師啊 老道長 他們會囤在這間 錄定 或做什麼 心血來潮 臨子神算 哎呀什麼事要發生 是不是 你沒有聽過這樣的故事啊 為什麼有所謂的心血來潮 徵兆啊 這些有行的無行的 會通知你啊 什麼事情要發生啊 那他們能夠通的 很快就有方式 能夠解救 能夠化解 那不能通的就沒辦法 可是也在告訴你 只是你不知道啊 吉姆我們真的是 很有心要羞恥 真的很有心要解脱煩惱 這是真實的 為什麼要解脱煩惱 問你們 你們有誰想要解脱煩惱 我看一看 真的想要解脱煩惱的舉手 那不少人嘛 小孩子你不懂什麼叫煩惱 你舉什麼手 為什麼要解脱煩惱 為什麼 誰能告訴我 你為什麼要解脱煩惱 剛剛舉手的 誰能夠講 你為什麼要解脱煩惱 煩惱是什麼 不知道你跟著舉手幹嘛 看別人耶 你舉手好威脅 真是的 蒙叉叉 對啊 就像我們簽名一例 要上班 要賺錢 要說同樣的話 要過同樣的日子 回到同樣的地方 睡同樣的床 同樣的棉被 對不對 還要同樣的毛巾 洗澡 穿同樣大同小異的衣服 哇 真的 做同樣的事 煩惱是什麼 你們還有什麼可以加的 本來為什麼你們要解除這個呢 煩惱解脫 你們不知道煩惱就是菩提嗎 啊 不了解嗎 煩惱就是菩提啊 你們大家都要行菩提怨 走菩提路 修菩提法 這個就是你們的菩提根啊 跟著你們啊 你們要怎麼樣去超越啊 怎麼把菩提 把煩惱結合一起 完全沒有分別啊 我們每天都在做 這個煩惱 處理煩惱的事業啊 而且呢 舊的不去 新的更造啊 處在這個沙坡 肯定就是有煩惱啊 這是煩惱的世界啊 不是親近的國土啊 又沒有辦法說 下次能不能不來 生生世世不曉誰許的怨 對啊 然後我們又是他花絮了一遍 你們有看過那個什麼 那個毛毛的那個叫什麼 那個蒲公英 一吹 蒲公英到處飛啊 都散開來了 那個棉絮啊 散開來了 花絮散開來了 我們都其中的一個耶 沒辦法 任命吧 總是要含蓄幾句 對不對 浮沉幫忙拼命撒吧 盧藝幫我們盧我們的心 順我們的意吧 這世界上真的十之八九不如意 但是呢 怎麼樣把不如意變為如意 這就是修行的功課啊 這就是修行的功課啊 讓我們一起來吧 其實是周圍很多好好壞壞 順順利利 是是非非 也就是在教我們 也就是在教育我們 我們真的很誠心的祈願 敬母 大力幫助我們 真的 我們是一群真有心 要把所有的 自以為是的這個自己 這個我 好好的修處 如果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我像 天下太平 當我們剛從娘胎出來的時候 我們哪有分別力啊 哪有分別心啊 誰是你我他 誰是親 誰是怨啊 誰是仇啊 都不會分別啊 也不會分我的媽媽 我的爸爸 我的家人啊 要笑就笑啊 要哭就哭啊 可是為什麼越大越分別呢 小孩子沒幾個月 就開始認真了 不是他親近的人抱他就哭呢 為什麼 這麼快就沾染了這些世俗的切 怎麼樣回覆原本 那沒有分別就不會分別好跟壞了 不會分別這些負跟平了 美跟醜了 就像剛剛那一口痰 我如果沒有分別 我就不會看他是噁心了 因為我四周圍的沒有人吐過痰 所以我一看到有人吐 又放到我前面就覺得很噁心要吐 如果我生長的環境都是吐痰的地方 我相信我不會覺得稀奇的 所以很多很多的事情 都是在調適我們的心理 怎麼樣調適 平穩 視而不見 沒有感覺 怎麼樣拔足這個我關 這就是我們要學習的功課 所以金母請幫助 請慈悲幫助我們 我們怎麼樣能夠 照如來所有得證者 的羞恥心境 能夠能夠 能夠這樣子的超越我們的孰境 這是最重要的 祈求金母大力幫助 從今天開始 我祈求金母 我做了一個人 那是真心的真心 真心要修持的人 真心要修持的人 真心修持者 真心修持者 我經常回想 真心 真心修持 發心 真心修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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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講 你沒帶回一個 就是叫我再回來 至少我也能夠報告一下 帶回多少個吧 讓我有一個成績可以報告 或者這一世做得那麼要死要活 度不了一個 慚愧修持 也幾個給我看一看 是真心要走這一條路 我並沒有修得怎麼樣 但是我所說的故事 我個人修行的故事過程 給大家做參考 很多真的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像拿你家裡的房子 去抵押 去銀行貸款 來給大家做道場 現在你們做的地方 就是這樣換來的 不簡單 二十幾年前 兩個地方 第一棟也是這樣子 貸款 蓋起來 給以前的紫蓮堂 佛具店 然後地方太小 再拿那一棟去抵押 再貸款 建這一棟 給大家自主 全棟 兩棟 利息 一萬塊美金 二十幾年前的一萬塊 跟現在的一萬塊你們說 物價的比零是怎麼樣 壓力有多大 皮膚也是 你都把它當作生命 確實是生命啊 細胞細菌啊 我們人有四兆到六兆的生命 在跟我們一起生活 愛護他們 觀照他們 你自然你的身體 你的狀況 你的心態 都跟一般人不一樣 自重就會尊重他人 自愛就會關愛他人 這是一個觀念 你無所謂 當然你就 對人無所謂 吉姆 又拉回來講話 我們還是需求您的幫忙 拜託拜託 真的 就像當年你送給我 當上司的大禮物 佛城 往我的 送給我禮物 消我業障 這是最大的禮物 我那時候不明白 沒有智慧 我以為要人間的財物 全名 全事 你送給我要這些 結果你送給我最大的禮物 就是消我業障 我不知道這是世界上最大的禮物 業障一消 整個都不一樣 人生觀就不一樣 就不會去做不該做的 就不會去說不該說的 就不會去想不該想 你一清淨 就不會去跟這些 沒有的 不好的 參在一起了 結緣一起了 所以祈求今天 金母都送我們這個大禮物 讓我們人人 都得到 這一個禮物 來重新好好的做人 好好的做一個真正的修行者 感恩節快到了 聖誕節也快到了 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樣感恩金母 讓我們得到您的業障 似乎消除 讓我們重生清淨 這樣來做一個感恩您 回報您的好嗎 真的 我們只要有一天 不要造口業 不要想 不壞的 不要做壞的 這個都已經很大的禮物 還給他了 送給他了 做一個清淨的人吧 我們哪一天 不要吃東西 對不對 不要再做其他的 很想這樣做 很想這樣做 你們試試看 我曾經斷食兩個禮拜過 好清淨 兩個禮拜 就喝一點點水 沒有天天去想這些 要享受的東西 好清淨 你知道那個清 不是只有清潔的清 是輕鬆的清 我走路都可以飛的感覺 好清淨 不是乾淨的淨 也不是只有平靜的淨 真的好棒 很想再試試看 兩個禮拜 那兩個禮拜 什麼慾望都沒有 沒有吃就沒有產生慾望的心 哪一天 誰願意來嘗試 我們就聚在一起吧 你看我看 大眼瞪小眼 什麼事都不能做 因為沒得吃 精神就不好 體力就沒有 東倒西歪 歪嘴歪臉 天天看到什麼 像我們一起共聚 一堂一個禮拜 吃那個果菜汁 那個葉老師信念的 剛開始痛苦得不得了 到時候差不多四天五天 不曉得誰 還沒有去榨菜果汁的時候 拿了一片菠菜 每個人一聞都昏倒了 啊 怎麼這麼香啊 平常連看連丟都不要的 竟然那天拿一個菜羹 啊 你知道嗎 你看我們那個禮拜多清淨啊 嘗試看看 你嘗試看看 吉姆拜託了 你那個佛城灑 灑給大家好 我得到了這個禮物 我自己心很感動很感謝 讓大家好嗎 等一下你們的手 沒事就伸出來 吉姆送我禮物 送我禮物 送我那個佛城 送我那個佛城 飛灑一下 讓我所有的業障病業 煩惱業 所有的這些障礙都消除好嗎 金姆金姆 跟他討啦 明白嗎 教你們撇步啦 給你們tips啦 你不開口誰知道你要什麼 不要錢啊錢啊 我跟你講錢有時候是造業的啦 你知道嗎 你要老公 要老婆我告訴你是來討債的啦 要兒子要女兒 是來討債的啦 離的不近討的不快啦 要佛城 吉姆拜託給我們佛城 大禮物 傻一下 對不對 吉姆如果不可以佛城 反過來那個棍子打我們也好啦 打打我們也好啦 屁股撂起來給他打 打了就消夜 沒有你想啦 你們自己求啦 自求多福了 自己好好懂得講 金姆拜託拜託 你送給立位上司大禮物 當上司的大禮物 佛城撒他 讓他消除業障 那也給我們好嗎 我真的收益很大 金姆這個佛城大禮物 我問世尊 他說要送我禮物 我手伸出去怎麼沒有 他就看到佛城往我手上飛過來 那是什麼禮物 所以說消你業障 我一聽 這有什麼 消業障有什麼 這才是真的人生大禮物啊 業障不足福分不限啊 什麼都不會來 慈悲啦吉姆好嗎 我們這些你看多可愛的同門 法治信眾 法治信眾 那麼有心 你看 對不對 這個禮拜六 也不去外面玩 因為下雨 OK 對不對 沒地方去 現在自從 要修以後 什麼地方都沒去 是不是 錢有的寧願當功德主 贊助了 是不是 OK 金姆拜託拜託 讓我們 即將要夜限的 災難要出的 要花在這上面的冤枉錢 氣憤錢 被騙投資的錢 通通有這個歡喜心 來為自己做功德 來自己積存福分 給我們這個智慧 給我們這個機會好嗎 所有的業障都消除 讓我們這個業障 要陷的 災暴的痛苦 出去的這些 資糧 不要去亂浪費好嗎 有智慧的投資 給自己 成就 解脫 的資料 謝謝您 金姆 金姆現在 我們的這個 這個子聯堂 我現在在講 囉哩囉嗦講一堆 你們不要以為我在 囉哩囉嗦 有時候在打動他們 看看他們的眉毛 看看臉筋 稍微動一下 喔喔喔喔 他現在的這一支佛城 就是我們子聯堂這麼長 他現在撒下來 那他現在撒下來 他現在這支佛城這麼長 這支佛城 他這佛城現在 靈音法師做短短的 迷你 他現在這一支是這麼長 這麼長的這個佛城 在我們的頭上 橫著這麼長的這個佛城 現在一直在撒 放下來的這個白金光絲 現在撒下來 哇太棒了 你覺得自己哪裡有業障 好好求 我今天肯定 很多很多有心的人 可以得到這個化解的災難 好我們開始了 看到有結果就開心了 他耳根也清清了 我們也鬆一口氣了 好我們開始了 所以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